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公理和推演规则 这样所得到的东西都是纯逻辑的东西 所谓纯逻辑的东西 就是说它相当于前边第四章里面的重言式 是纯逻辑的 也就是说可以适用于任何的场合 它一定是不会错的 那么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什么呢 推演 所谓推演就是因为我们逻辑 这个处理问题的时候 你不都是在逻辑内部进行的 有的时候就是逻辑外部的东西要给我们 然后我们把给我们的东西拿来进行处理 得到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不是逻辑本身所能够完全负责的 像前面证明是逻辑可以自己完全负责的 因为它完全是在逻辑内部进行的 它所有的理由都在逻辑内部 但是我们这个所谓推演 就是有一些理由 有一些根据可以从逻辑外边得到 而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 逻辑不能够独立的负责它的正确性 而是要有赖于从逻辑外边得到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给我的这些条件是对的 那么我保证得到的结论是对的 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这个叫做推演 那我们看L中的推演 摄伽玛 这是一个大写的希腊字母 伽玛 摄伽玛是L中的合适公式 不必是L中的公理的集合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是什么呢 是L里面的合适公式 但是它一般的来说 它不是公理 你要是公理也可以 但是不需要 不是公理 但只要是合适公式 你可以拿来 可以拿不止一个来 就是说是一个集合 那么这些合适公式 这些个 这个伽玛里面的元素怎么样呢 这些合适公式作为临时公理 参与L中的证明 原来我们说 我们L中的纯粹的证明 那么所有的这个根据 都是L系统里面的公理 以及那个推演规则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 非公理的东西拿进来 也就是这个伽玛 非公理东西拿进来 那么这个得到的结果呢 我们称为 因为做的步骤和证明一样 但这个不是纯逻辑的证明了 我们称为从L中 从伽玛的推演 就是我们在L里面来进行 但是我们这个进行呢 不是凭空进行的 像前面的证明呢 可以说是凭空进行的 就是在逻辑内部进行的 我们现在是从伽玛出发的 伽玛什么 伽玛是一组合适公式 并非公理的合适公式 那么这样所得到的结果 得到一个结果 A呢 称为L中伽玛的推论 就是说你现在给了我一个伽玛 这个伽玛是逻辑以外的 逻辑以外的一个合适公式 当然形式要按照逻辑的合适公式 但是意义上它不必是公理 你可以是任意的 只要是合适公式拿来都行 那么从这个合适公式出发 我们在L中可以得到A这个结果 啊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有一个伽玛 但是我这个伽玛里面呢 只有一个合适公式 就是P运含P2 我们知道P运含P2不是不是重演式 在这里呢 就是也不是公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P运含P2 堂而皇之的作为我们证明的第一步 为什么 我们的理由是伽玛E 它的伽玛 伽玛里面只有这一条 伽玛E 好 那么下边第二步 第二步是这个第一条公理模式 A运含B运含A 那这个是我们逻辑里面有的 L1第一条公理模式 我们再看 这一步呢 可以看作是A运含B 而第一步呢 恰好是A 所以A和A运含B 我下面就可以得到P运含P运含P2 就得到这个 那么我现在这个是从分离规则 是2和1这两步得到的 P运含P运含P2 这是我现在得到的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不是纯逻辑的 因为它不是重演式 那这个相当于第四章里面 它不是重演式 那么在这里呢 它也不是定理 但是这个结果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结果我们看 它是怎么样呢 L里边是有这个结果的 但是不是无条件 它是有条件的 是以P1运含P2作为条件 作为前提 就是说你P1运含P2 如果作为前提 我在L中就可以推出这个结果来 那么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逻辑里边 逻辑里边的重演式 等于什么呢 等于说 我们等于说这个房间的面积 6米长4米宽的房间 它的面积同 比如说要这么说 就是南北4米东西6米 这样的一个房间的面积 和南北6米东西4米 这样的房间的面积是一样的 等于说6乘以4等于4乘以6 6乘以4等于4乘以6 这是当然的 这个逻辑内部 这个数学内部是可以保证的 南北6米东西4米 南北4米东西6米 只要是一个长方形 那么这两个 它们的面积是一样的 就不管你这个房间到底是多少 我现在是假设 那么这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不说明问题的 不说明这个房间到底有多大的 那么这个相当于什么 就是我们有了一个确切的尺寸 告诉我们这个房间长多少宽多少 那么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房间的面积是这么多 但是我不能独立保证 我是说在他给我测量的这个情况之下 他说长6米宽4米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在L里面可以得出 它的面积是多少多少 跟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说在L中 根据这个前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个结果不是纯逻辑的结果 而是有赖于这个 那么下面我们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这个例子也许我这个表达方式 不是十分的严格 但是这个道理是不错的 那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假设 什么呢 一个物体如果不受外力 则运动方向不变 我们知道这句话我们是见过的 这物理学家告诉我们的 但是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条定律 但是物理学家有没有弄错 我们不知道 我只说物理学家告诉我这一条 对我来说仍然是假设 然后第二是一个天文学家告诉我们 说去他们的观测 某一个天体 某一个小行星 运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对于我来说我也不知道 你这个天文学家观测的 有没有误差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说 物理学家告诉我这条定律 天文学家告诉我这个观测 结果下面我可以来推演了 下面我可以推了 那我们看看这里边有几个基本命题 大概是有两个基本命题 一个是物体受到外力 一个是物体运动方向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用P1表示某物受到外力 P2表示某物运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那么好 刚才的两条假设 那就是我现在的价码 因为是我逻辑以外的 一个是物理学家告诉我的 一个是天文学家告诉我的 好 那么这两句话 我用逻辑的语言把它表示出来 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这句话 就相当于说 如果不受外力那么就不会变幻 变幻运动的方向 是吧 好 这一条 这一条是不是逻辑的公理 不是的 我逻辑不能保证它对的 物理学家说它是对的 但是物理学家会不会以后会推翻 他们的这个说法 我不知道 也许这个物理学家说这样 那个物理学家说不是这样 所以我不知道 对我来说 这只是一个假设 那物理学家告诉我 有这条 好 下面P2就是说 某物某一个天体方向发生变化了 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假设 我不知道 我没有观测 我也不懂观测 天文学家告诉我 说它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那么好 我就打算 天文学家说的是对的 那么下面我要来进行推演了 注意 在这两个假设之下 我做推演 下面第三步 这是我逻辑内部的东西 就是 非P 这个非A运含 非B运含 B运含A 这个是第三条公理模式 非P运含 非P2运含 P2运含 P1 这是没有问题 这是我逻辑内部的 然后呢 这是A运含B 这是A 所以第三步和第一步呢 可以用分离规则 得到它后面的P2运含P1 而这里有一个P2 这里有P2运含P1 所以第四步和第二步 又可以用分离规则 得到这个P1 那这个P1就是我最后的结果 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结果是 某物 就是这个天体 这个小行星 这个小行星受到了外力 受到了外力的影响 这是我推演出来的 那么 我能不能保证 我逻辑下能不能保证 这个天体受到外力 我不能保证 但是你这个结果 这明明是你R里面的结果 我们说 我这个结果怎么样的 我是有条件的 就是前边就是那个伽马 这就是伽马 这个伽马里面有两个合适公式 这两个合适公式对我来说是假设 一条假设是物理学家告诉我的定律 一条假设是天文学家告诉我的一个观测结果 假如物理学家说的不错 假如天文学家观测的不错 那我保证我这个结论是对的 这个天体一定受到外力 那么假如观测结果有误 或者物理学家的这个定律 以后要做修改 那我就不管了 那不是我的事情 那我当然就不能保证这是对了 因为我的前提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如果前提是对的 那么我这个就是对的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做推演 L中的推演 我这个PE是根据这两个来推出来的 这两条是我这里的合适公式 但是不是我这里的公理 也就是说我逻辑不能保证 这两个都是真的 如果逻辑以外的 他们能保证这个是真的 那我保证这个是真的 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保证他们是真的 我保证我这个最后结果是真的 那么这个和前面的证明就不一样 证明是逻辑关起门来 我一定是对的 这个一定是对的 但是证明里面的这些个对的 他都是重言式 都是同于反复 这个不是同于反复 但是他不能够独立保证他的正确 这个就叫做推演 那么说这个推演呢 他的符号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也是原语言 相当于我们用汉语来说 那么这个说的简单 这个鞋可以简单一些 在L里边通过这个可以得到这个 那么我们说这个 假如我现在做一个推演 但是我推演里边的我没有用到伽马 那也是可以的 我没有用到外在的东西 我用的都是逻辑里面的东西 那就相当于什么呢 那就相当于说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 前面那一节里面的一个证明 前面两节里面的证明 那就是我也可以说 我这个L通过伽马得到了A 但是伽马什么呢 没有 我没有用逻辑以外的东西 我没有用逻辑以外的东西 我就可以继承一个空级 在L中推出了A 或者我直接写L中得到了A 注意这个L是无条件的 如果这个有伽马是有条件的 像刚才我们说 那个结果 关于那个天体的这个结果 我们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就是物理学家怎么说 天文学家怎么说 但是我现在这个结果呢 是不依赖于前面的 我读逻辑里面独立说明的 那么这个写法就是纯逻辑的结果 也就是前面那两节 所谓证明 好 那么关于这个公理系统 公理系统基本的运转 就是说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在公理系统内部来进行 那就是证明 一个呢 就是可以采用公理系统以外的东西 逻辑以外东西可以参加进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所得到的是所谓推演 那么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呢 就是可能所谓技术性方面多一些 那么可能这个有的朋友不能一下子看明白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还可以慢慢的这个琢磨 这个实际上呢 是不难的 不过呢 一下子一大堆符号压上来呢 似乎好像很吓人 但实际上的这个道理呢 是很简单的 如果你没有兴趣来研究这些符号 那么刚才已经说过 你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这个公理系统运转的时候 大概是个怎么回事 这个要搞清楚啊 那么关于公理这个啊 关于公理系统啊 还有一些内容呢 我们在下一讲再说啊 这一讲呢 我们就到这里 这一讲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